Ni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要來看朝鮮對上義大利的對決 那這場遊戲朝鮮是由我們的世界冠軍MIPER 選擇的一個四季帝國 帝王戰爭模式 那這個模式的話是從封建時代開始 一開始就會有這個兵工場跟這個軍營 還有一些其他的經濟設施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對方義大利 義大利是Vanus 義大利是職業級選手裡面常常出現的一個玩家 那他之前VIPER在休息的一段時間 有在大賽裡面打到前兩年 差點會打敗Yo 好像是最後還是又拿下了最後的勝利的樣子 這個有點基因緣果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 欸這邊 應該是不會有死 好那VIPER這個文明是朝鮮人 朝鮮人的話村民的視野會加3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細節 因為朝鮮打塔弓的話 也足夠視野才知道村民要往哪裡走 才可以卡到東西 那這個視野加算能力就會非常非常強勢 尤其是在這個塔弓的環節裡 再來就是他的採石弓 可以再加這個20%的採石速度 那土耳其是採金20% 那朝鮮是採石20% 兩個是個對比文明 好那這邊出肉馬 結果肉馬直接被砍死 哇那Valance這邊直接出刺頭開拳 那朝鮮VIPER這邊是選擇工兵開拳 那他這邊出工兵開拳有個細節 就是他的工兵天生就是升級免費的 所以他這邊只要升一級攻 工兵就是攻防全滿狀態了 好那再來就是他的軍事單位 除了工程器以外 這個陸地單位 算軍事單位吧 軍事單位的話 他的木頭成本非常非常低 可以減免20%的一個木頭量 那省下來的木頭的話 就可以拿去多出一些單位 或者是去撒農田動作 所以讓海岸國的經濟來說不會太差 算是一個以省小錢 去換經濟的一個文明 再來就是他的最特點的單位 就是這個馬戰車 那馬戰車的話也是很難打的一個單位 算是一個戰車奴炮的概念 血量比較多的戰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欸這邊兩邊馬頭都蓋好了 那這邊Valance選定先蓋這個火蒙頭 但是左邊這邊他也有蓋這個魚桿 所以左邊的魚拿下來了 右邊這邊要來騷擾Viper的一個魚桿 兩邊都是一個魚桿開局 好那稍微來講一下Valance這邊的意大利的一個能力 意大利的話升級每個文明的時候 每個時代的時候 會增加這個會減少15%的一個資源 也就是說他的黃金需求量或是升地用時代 成本是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這個能力升封獻時代開始就有了 所以他在升時代來說的話 比較不會輸別人 但是他有個大缺點 就是這個 他沒有所謂的經濟加成 他不像韓國還有這個挖石20%的加成 但意大利是完全沒有加成的 他只有魚桿的費用減15% 那其他的東西也都是減少費用而已 所以他的經濟加成幾乎是零的 所以意大利來說 他算是很吃基本功的一個文明 那我之前的影片有蠻常推薦 大家玩意大利這個文明去爬分的 那我發現其實 大部分玩家還是習慣有經濟加成文明 所以那個流暢度或是配置上 可能會比較舒服一點 但是玩到意大利的時候 有些玩家就會跟我抱怨 誒大利怎麼玩起來這麼難玩啊 什麼之類的 或是經濟爆不出兵來啊 很容易被壓制打啊什麼的 這個情況通常就是這個經濟配置沒有配好 所以就 聚到那種經濟加成文明 可能就被拉開距離了 那Valance這邊也是 因為他沒有打一個開農的玩法 而是很努力在做進攻 而是沒有做一個防守的狀況 所以他有撈到一些比較好的好處 像那Valance已經拿到兩村了 那像這種意大利強軍士的打法 只要能前期打到一兩村的話 那就是對意大利的一個加成了 那其實意大利他在前期也沒什麼加成 講實在的 因為他的碼頭跟大學的科技費用都減33% 那這個科技費用通常也是到城堡時代才會點 這個揭秘也是 那火藥單位費用減20% 這個到地龍時代才能用 那前期能講的也只有這個漁船 這個漁船減15%的費用也不是減的非常多 因為本身漁船就沒有木櫃 所以意大利來說 這算是算盡減型的玩法 但是我覺得啦 意大利他的軍事算是蠻強軍事的 就是他的打法非常非常多邊 能打什麼 也可以打攻兵也可以打步兵也可以打騎兵 什麼都能打 非常強勢的 那這邊 Balance這邊兩隻刺猴加上三隻戰毛 想要直接硬點嗎 感覺不太行喔 攻兵有點多 而且這邊有四隻長槍兵 這邊硬打的話不太好 這邊可以優先點一下這個長槍 優先點一下長槍的話 刺猴差有輸出空間 但是這邊重點不是刺手 一上成本時代之後 Balance直接出了這個龜甲戰船 這個龜甲戰船出來之後 打這張圖好像真的有一點強 一炮直接打掉 另外比你出了這個龜甲戰船 這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一發50滴喔 這個炮彈飛得非常非常快 根本就是朝鮮科技 依照漁船的血量也才60滴血 兩炮就可以打死了 好那這邊Balance不甘失落 繼續來這邊挖死魚燒了 然後就有更多戰貓走過來 想來抓這一頭攻兵 但是沒有看到 完全擦身而過 然後這個龜甲戰船 好像這張圖好像有點無敵的感覺 一出了之後這個弧直接拿了回來 好快啊 這個龜甲戰船太OP了吧 但我記得龜甲戰船造價也是不便宜的 等一下我來看一下到底要造多少 先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MIPER是選擇打馬弓喔 那打馬弓的話就蠻特別的 因為馬弓這個單位本身是持木頭 是很多的單位 那他玩朝鮮的狀況下 就有這個木頭疾敏的效果 那對於朝鮮來說就會比較優勢一點 那這邊蒙古 不是蒙古 這邊朝鮮 還在射啊 但這邊 就只用村民打死了很多單位 但是有些單位就發呆了 這邊戰盟又過來 這邊也在進攻 母兵直接進化了 變三頭了 好那 稍微看了一下喔 這個 朝鮮的馬弓是40、60斤 那減20% 其實好像也沒減太多的感覺 現在是比較 稍微減少一點 好那這邊居然出到兩艘這個龜甲戰船 這個是不是出的太high了一點 好這邊繼續出漁船 看來 MAS要打算棄服了 我們要來捕魚了 好那 VIPER這邊挖手不是要來蓋城堡 是來蓋他這個劍塔 那韓國的劍塔是會自動升級的 所以他現在到了城堡時代 自己就進化到了防御劍塔 那打了帝王時代 這個劍塔就變成大型劍塔 那在這個 前期遊戲裡 這個劍塔算是蠻重要的 這個防守很好用 這個防御劍塔 蓋好之後 應該VIPER加不會受到太多傷害 哇這蓋蠻多的 三個吧 三個劍塔 層層保護 但這裡沒有劍塔 好 那這邊 龜甲戰船過來 直接 打這個戰毛兵 一砲一個戰毛啊 太狠了 這個龜甲戰船 這裡有個村民在補魚欸 這個龜甲戰船沒有看到 好 那VIPER這邊村民 有被追殺的狀況 而且村民好像稍微有點 落後一村了 兩邊其實村民差距大 但這邊其實VIPER也被殺了蠻多村的 被殺了只一村左右 他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VIPER這邊就繼續 過來潛壓 稍微介紹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 左右兩邊都有這個 那中間的話有大量的果樹 跟這個 大量的遺跡 地圖上的遺跡全部集中在這裡 所以 只要在城堡時代搶到中間的人 這個遺跡通路是塔的 所以這個前期打強軍士 還是有比較好處一點的這把 但是朝鮮這邊如果遇到戰矛的話 就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本身就是一個公兵文明 那可能要適時的去轉出這個 騎士 或是頭死車出來 反制一下戰矛比較好 那如果是要打頭死車的話 可能就要造一些僧侶 這邊僧侶可以來招這個騎士 投射可以來打這個戰矛 這個戰術上來的時候就會好一些 看一下BIPER會不會出這個 頭死車了 看一下BIPER好像沒有出頭車的樣子 還不太確定BIPER這邊的戰術是什麼 這邊龜甲戰船 居然又補了一艘欸 有點不太懂世界冠軍的想法 他已經很明顯已經拿下來了 而且這邊裡面也沒有藏船 但是卻又按下了一艘 可能高手的一些思維 我們這些凡人可能就是沒辦法去理解 這龜甲戰船的造價 我記得是蠻貴的 他的價格好像是 一 兩百木吧 兩百木一百八十斤左右 兩百木兩百斤左右 然後我記得他有那個科技減免 所以應該是不會到兩百兩百 而是一百九或一百九左右 這一個經濟造價 因為這個龜甲戰船實在是太少出了 所以那個造價我始終記不住 也許我本身也是不太喜歡打海圖的人 我是比較喜歡阿拉伯的 然後出兩艘是因為走到這個湖邊的話 就可以靠這個戰船 Cover這些陸地單位嗎 欸好像是欸 欸他是有想法的欸BIPER 這不會是世界冠軍的思維阿 這個思路都已經思考好了 出兩艘就可以封鎖這邊的陸地了 讓他來燒的話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 欸但是對手被讓人直接招翔 鬼甲船 會不會被招到呢 這邊公平趕快過來救一下 哇這鬼甲船可以用生女來招翔的阿 好那這邊BIPER直接全壓蓋寶 要來搶攻堅的遺跡了 真的是受不了了 遺跡都被拿走了 一定要來搶一下 這邊生女直接瘋狂招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拿出拳套來扁這個老頭 扁他快殘血了 OK蓋好了 這邊生女應該跑不掉 村民跑不掉 但是戰盲很多 工兵可能會送光 家裡還有一些戰盲走進去 右邊也有戰盲跟騎兵在右邊 哇7BIPER家裡附近是蠻有點 四處著火的感覺的 好那這邊他其實已經完全放棄挖石了 右邊這邊部隊也拖到蠻多時間 那BIPER這邊直接前壓挖石 然後蓋城堡 蓋這個修道院去來撿遺跡 這邊直接蓋一個防禦箭塔 那這個就是朝鮮的優勢了 蓋箭塔就是比較香一點的 蓋他這個箭塔 可以升級這個翼城 這個射城可以再加2 而且這個是銀罐科技 如果他想要點的話是可以點的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應該不知道去點這個銀罐了 而是要趕快去深圳帝王時代 因為Malens這邊已經點下帝王了 而且輪軸技術也在研發 所以剛剛講這個翼城技術應該不會這麼早點 可能帝後才有機會 那這邊的話可能還會出這個馬彈車 感覺現在出馬彈車的話問題是 遇到僧侶跟這個戰矛的話會有點尷尬一點 而且現在要把這個量蓄起來有點 太慢了 所以這裡就蠻好奇 Miper這邊帝王時代會打什麼兵種 打強墓也是一個選擇 畢竟花的黃金費用很便宜 那這邊僧侶跟頭車直接過來救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打法 騎士靠僧侶 那戰矛靠這個頭車 這是比較一個標準式的打法 就是高手們都會這樣去結這種隊型的 我看到這個騎士加戰矛 第一個想法就是 OK 僧侶 頭車 這是比較一個直觀性的一個答案 解答方法 那這邊二級防也點下了 義大利感覺是要打一個重裝騎士加戰矛的一個開局 那 Viper也點下帝王時代 時代大概約 大概慢了五秒 五十秒左右 到一分鐘 唉唷這個頭車直接砸騎士 這個踢得不錯啊 還是 找到一發可以 全倒 哎呀 才子 直接招想戰矛病 笑了 這邊招了戰矛 但是騎士招不到怎麼辦 好 那中間 Viper又蓋了一個城堡 兩分鐘在對寶時間 那這邊 軍心偷使技沒有法照 因為他沒有帝王時代 那這邊 義大利會先當這個帝王 帝王時代之後 一上週先點下這個好數 那軍心偷使技也在製造中 但是這邊 Viper的城堡是率先蓋好了 現在中間總共有四座城堡在地圖正中間 兩邊都很渴望追求這個中間地圖這一塊 他們並不是想要這些果樹 因為果樹通常是不會去吃的 這果樹通常這張圖是裝飾品 除了一些像法蘭克啊 吃果子有加成的文明 才會過來吃 基本上他大部分時間是不會過來吃的 因為他吃果子的速度 是比種農田還要慢的 所以這個果子通常都是裝飾品 不然就把他當一個小洞卡住 防守用的而已 那這邊 Viper蓋下第三座城堡在中間 這邊有幾隻生魚可以來招騎士 但是對方騎士有兩隻是殘血的 那可不能招錯了 而且這邊有龜甲船 龜甲船巨靈 Let's go 打到 那這邊巨靈頭已經開閘 但是 Viper也不甘示弱 那也開始閘起來 那這邊 Viper有點下化學了 那巨靈頭死機還在照 那不確定 Viper的戰術是什麼 我現在完全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Viper的想法是什麼 那這邊城堡蓋起來之後 居然可以偷偷吃到這個巨靈頭死機啊 雖然一次只會消個三滴血組就好 這邊村民有點被果子卡到了 過來就被這個城堡射到 哇 村民這邊 Viper的死傷非常慘重 村民是不是已經落後十村左右啦 然後這邊防護劍塔跟城堡直接開射 能射得了嗎 Viper的城堡節節敗退 但是這邊身上電風時代有大型劍塔 大型劍塔攻擊是8加4 城堡十二的一個傷害非常非常高 但是這邊能夠 下來嗎 這個大型劍塔也不是重點了 重點是對方的這個巨靈頭死機有點多 但是 Viper的巨靈頭死機也是很多啊 六台 那對方是五台 那這邊誰出火炮誰就贏了 欸 Viper在出火炮啊 呵呵 哇 這邊果然是高手思維啊 先出火炮就先贏一半 但是這邊 Viper的死打算自己出起兵 想要來硬砍這個巨靈頭死機 但這邊有勝率啊 這邊只要點下這個三防之後 城堡傷害就不會這麼痛了 而且我三防後遠防是六 所以比較好看這個劍死 好 但是 Viper的死這邊城堡全倒 完蛋 但是騎士直接貼上來這裡 這裡只有戰矛戰矛打騎士傷害非常弱 幾乎沒在掉血 但是巨靈頭死機一台一台被騎士拆掉 城堡射擊的傷害也沒那麼高 這不是三級馬凱的威力嗎 這種騎士這時候才點一下 巨靈頭死機過來開閘 巨靈頭死機的血量剩下兩地 怪你都要倒了 哎呀 還是倒地了 那這邊還有很多騎士繼續補過來 但是 Viper這邊開始轉出了火槍 哇靠 居然最後是打火槍還不是攻兵 完全沒有想到 確實火槍打騎士也算是一個效果比較好的一個單位 但是問題也是不能被騎兵給貼到臉 不然火槍也是蠻脆弱的 然後這邊巨靈頭死機 Viper全速倒地 但對方的頭死機還有兩個座 那巨靈可以在拆 Viper的城堡 Viper這個最後城堡希望能守下來嗎 村民修的人相當的多 大約快要20川了 有20川的話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村民不知道什麼突然散開了 所以你被嚇到了嗎 好 那Viper這邊一直用火槍變射程 拿到一個優勢在喔 但是這邊火槍被貼到就往後拉 然後火槍再回頭再射個一下 再繼續往後走 好 不能繼續被貼 被貼的話粉絲會放在閃中 Viper這座城堡能修得回來了嗎 血量還有3000個 而且這次有典液仿城堡喔 所以城堡仿路算是不錯的 好 那這邊Viper打出了GG 哇 Viper居然拿下雙虎還輸掉了比賽啊 那個Velus真的是有點... 出乎意料 只靠這個重裝騎士加戰盲 就打爆Viper啦 還有這個劇情流之機 那Viper這邊打火槍我也不確定 到底是不是好 因為你已經知道對方是已經出 這個重裝騎士的情況下 再出火槍的話 雖然也是可以打騎士啦 但對方有戰盲嘛 而且如果這個火槍量不夠多 然後被貼到的話 被騎士砍也是被砍得很慘 所以我覺得 我以這場上帝視角的觀點來看的話 應該是要出這個急兵喔 然後搭配戰盲 或是投車的打法就好 或是直接出一個馬戰車 也可以 但這邊馬戰車出不出來 有個最大的原因是因為這邊城堡 剛剛全出檔去產巨型投石機了 這個製造的那個排程 沒有那個控檔 可以讓那個馬戰車出來發揮喔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Viper才選擇轉出火槍喔 而不是轉出這個強奴之類的 畢竟強奴造價現在 新版本也變貴了 要455喔 這個造價也是蠻貴的 雖然看起來 這一把Balance也是打得還不錯 這個中間攻堅的這個過程 算是蠻關鍵的 好 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發展 兩邊經濟發展 來看一下Viper 我們看這個Viper最會農的玩法 Viper算是一個 我心目中最會農的一個玩家 Viper的農田技術 是在18分鐘這邊點下的 那這邊Balance是22分點 但是Viper好像是忘記了 要點這個輪軸技術喔 不是輪軸這個手推車 反正是Balance有點 所以有可能 這一段經濟輸被拉開的距離 有可能就是這個手推車沒點所造成的 最大可能性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經濟才會被拉得這麼開喔 要不然其實村民 大概也差個10村左右 或是個位數以下的村民而已 所以以村民來說的話 Viper應該算是會有優勢的 因為他有經濟加成的 Wassel效率比較好 但是這邊由於手推車沒有點到的關係 所以後面這一段時間 經濟就越拉越大 所以導致Viper這邊經濟全盤皆輸 只有市頭小贏400左右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